海巡人員大聲廣播 要中國海警釋放我國漁船 澎湖籍大靜滿八十八號 遭兩艘中國海警船登檢扣押 船上五名船員跟漁民 被帶往福建围頭港 還原整起事件 二號晚間八點十四分 大靜滿八十八號在金門東北東方 二十三點七海里捕撈小館 遭兩艘中國海警船強行登檢 這裡是金門限制水域外十七點五海里 在中方領海內 海巡獲報後 先派出兩艘 後來又加派一艘 共三艘船艦救援 九點十四分 距離大靜滿八十八號最近的海巡 一百八腰艇 遭三艘中國海警船攔阻 但附近還有四艘海警 形成七海警對三海巡的局面 我方喊話要求釋放漁船 中國卻無回應誤干擾 為避免升高衝突 海巡停止頸椎 目前是中國修漁劑 漁船是在對岸公告的海域內捕撈 中國海警局發聲明說 台灣省籍漁船違反修漁規定 在抵託網禁魚區縣內違規託網作業 台灣有關船隻試圖干擾我正常執法 附近海警依法予以警告驅離 而陸委會跟行政院都喊話 希望中方釐清事情後 儘快釋放五國人船 確保人員平安 三天熊環一家用播台北參謀道